討論的空間 所以在今天 這個安排這個審這個法案 其實老實說有一點尷尬 那部長如果是真的一點一元 是不是勢必就要調整 調長健保費 那是這樣子 現在這個修正六十二條 它要改的是說 一點一元或者0.95 不夠的部分的話 有公務預算來剝補 就是說綜合之外 如果還要增加 那不夠的部分是公務預算剝補 但是公務預算的邊列有一定的程序 它必須要有前年度就邊進來 那如果邊的不夠 或者根本就沒有邊 比方說指定總署這邊算一算 就沒有這個裁員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去用 這個安全準備來補這一塊 那很快的 這個如果是0.95的話 大概一年就需要七百億 如果是1.1元的話 就可能需要一千一百五十億 所以很快安全準備就不夠了 大概只要一個年度安全準備 就會低於一個月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要調保費 委員剛剛因為有問一下 蘇靖全提案的委員 那他有特別提到 如果健保的點子都可以打折的話 那人民的薪水是不是也可以打折 這個不一樣 因為他這邊健保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是有總額預算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在人民的薪水 並沒有總額制度 這一個修正案通過的話 那 那就要去做估計 那如果是用1.1元的方式來做估計的話 那就需要一千一百多億 這剛剛我講的 那所以現在我們的安全準備大概在一千三百億 所以他每一個月的支出大概是七百多億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 顯然明年底就會不足一個月 不足一個月的話 那就是今年年底就要考慮明年要調保費 那蕭基會有說 如果其實漲健保費這個充劫不亞於張變價 那最後是各界的評估 好 謝謝 謝謝副長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